前不久很多家长向我们反映 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中周围有很多的足疗按摩店 而且里面还存在着色情服务 对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 接到举报之后 记者展开了调查 前不久 根据家长举报的线索 记者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中学 发现周围的确有不少家足疗按摩店 记者注意到 这所中学的西门外 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 名叫边河街 马路两侧都是顶商 记者沿着马路走了不到200米 就看到了十多家足疗店和按摩店 其中一家甚至就开在了学校的斜队面 记者在足疗店外看到 尽管是大白天 可店内却亮着霓虹灯 女服务员衣着暴露 有的还穿着粉色超短裙 正坐在店内招揽顾客 那么这些足疗店 是否存在家长们反映的色情服务呢 记者在现场看到 很多足疗店距离学校不到200米 肯定不符合规定 随后记者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了大型警方 2013年12月24日晚上 民警对这些足疗店进行了突击检查 当场抓获两名卖淫嫖娼人员 目前学校周边的足疗店已经被查封 两名违法人员也被治安拘留 既然政府有明确的规定 那么足疗按摩店 为什么还能开在学校周边呢 在北京其他地方 尤其是城乡结合部 会不会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希望有关部门负起责任 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请不吝点赞订阅